第二集 我和潘子上了一辆出租车 潘子说 不能去我原来住的旅馆了 也不能去他那里了 到今天晚上 全长沙肯定都会知道 三爷回来这个消息 我们得先躲起来 但也不能躲太久 因为三爷从来都不怕那帮鸟人 明天一定有一场硬仗 如果明天能熬过去 立即回杭州的本铺 可以消停很长一段时间 我点了点头 潘子又说 今天晚上不能睡了 我得告诉你 怎么才能混过去 不过 明天也不能像我说的那样 硬碰硬 一个晚上 你肯定没法学成三爷的样子 明天 我找个地方 你在里面 我在外面 让他们只能看到你的脸 你不用说话 但是 要训他们 我奇怪了 不 不说话怎么训呢 潘子神秘的一笑 我等一下 反而会很沉默 他会把有问题的账本拿出来 让问题账本所在盘口的人在外面等着 如果解释得体 他就放下 如果有问题 他会把账本摔出来 那个人就知道自己完蛋了 账本一定要摔得准 但也不用太准 但我的问题是 我必须认得所有盘口人的脸 明天除了各个盘口的头头 还会来一些副手 人数加起来可能超过三十个 潘子这边又没有照片 他只能先布置一个图 明天让那些人按照顺序站着 然后排上号 我听到名字 就对应上一个号码 把账本往这个号码那边摔过去 我练了一个晚上 终于略有小成 扔着扔着 也有了心得了 最后还需要摔一个烟灰缸 作为总结 这烟灰缸要摔向潘子 作为对他办事不利的惩罚 以便潘子可以借这个去发标 我看了一下那个即将被摔的烟灰缸 是清朝后期的法郎踩盘子 不由的心说 盘子你可得接住啊 这一摔就是六千多块啊 凌晨的时候 我睡了一会儿 盘子在早上五点群发了短信 收林九点老地方 这也是暗化和龙脊背一样 我们两个起来后穿戴整齐 出门的时候盘子说 三爷 你就是三爷 我看着他 不知道他是在对我说 还是在对自己说 刚转弯出去 忽然从路口的暗处出了一个人 一刀就砍在了盘子身后 猝不及防之下 盘子一下翻出了几步远 后背的血洒了一地 那个人立即回身 朝我就扑了过来 手里是一柄砍刀 对着我的脖子就要砍 我急忙闪过 盘子已经爬了起来 一把揪住那个人的后领 挤一下就把刀抢了过去 那个人用力挣脱了 我看着他身后的暗处里 走出了六七个人 他们二话不说 朝着我他就扑了下来 盘子的后背已经被血染红了 他抓着砍刀 轻声对我说 不要跑 看着我镇定 我的身上全是冷汗的 没有说话 就见盘子把刀一横 才七个人 王八丘舍不得出钱吗 我看着那些人 忽然意识到了是怎么回事了 王八丘 这些人应该是王八丘派来灭口的 但他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呢 他的眼线真的这么厉害吗 那些人的表情冷得让人无法理解 我不认识他们 他们眼神里散发出的那种感觉 忽然让我非常害怕 即使在斗里遇到那些奇怪的东西时 我也没有这种恐惧感 我想到以前 我还是小三爷的时候秋叔的样子 他还偷偷塞给我零花钱呢 我一下子就觉得 人可以很势力 但应该有底线 比鬼神更可怕的 是人心 这就是人心吗 我看着盘子背后的血 那道刀痕 让我觉得无比的沐血 盘子砍翻了三个人之后 其他人立即就跑了 他看了我一眼 靠在墙上喘着气道 王八丘是商人 做这种事情不专业 要耍狠 靠这些人是不行的 我苦笑着 问他要不要紧 想上去扶他 他摇了摇头 让我别过来 大老板扶着被砍的伙计 那就是没落了 我没事 说着他指了指另一边 我发现那几个人 还没跑远 他们肯定还有一半的钱 没到手 非得弄死我们才行 还想找机会偷袭呢 我看着那个方向 那怎么办呢 你这样会失血休克的 盘子沾了起来 不会的 老子失什么都会休克 就是不会失血休克 我看到他身后的墙上 全是血迹 走 我们就追着他们走 走了几步 他停了停 我发现 他的表情有点痛苦 但是他皱了皱眉头 没有做事了 我们以前以后 向那几个伙计走过去 盘子 横着砍刀 把刀 刮在墙壁上 一路刮了过去 这是打架斗殴 最下等的恐吓方式 以前这种事 以前这种事情一定不需要 他来做 但是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了 乌合之众就是乌合之众 那几个小鬼就这么被盘子逼得 一直退到了大路边上 盘子的血 把他的裤子都给弄湿了 他放下刀 看着那几个小鬼还没有逃走 而是直直地看着我们 显然他们是看到盘子的样子 知道他迟早会倒下 我们站在路边等出租车 但是举目望去 我暗教不好 这个地段要打上车 比在杭州还难呢 我忽然觉得 这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事情 我们被别人砍了 然后我们再虚张声势 撑到了大路边 却打不到车 也不知道是不是盘子 拿着砍刀的原因 眼看盘子靠在树上 马上就要体力不支了 我非常焦虑 想到刚才盘子说 这是不专业的手段 难道三叔不在了 我们就会被这种 不专业的手段逼成这样吗 那几个人渐渐靠了过来 盘子死死握着砍刀 看了我一眼 显得有些无奈 我忽然很想打电话 去报警 但那一刹那 我忽然想起了他的话 有些事情 你是扛不住的 我一直以为 他所谓的扛不住 是来自于各方面的 巨大压力 我没有想到 扛不住是这个样子 这么没有霉感 这么赤裸 眼看自己的好朋友 快不行了 还要假装镇定 既不能选择逃跑 又不能选择其他帮助 只能在他们的游戏 规则下死扛啊 我的手 在口袋里握成了拳头 心里想着 如果盘子不行了 我应该怎么办呢 接过盘子的刀继续吗 这时候 我忽然看到 对面那几个小子 一阵欢呼 接着 从另一边的道路上 又冲来了十几个人 所有人都拿着砍刀 两拨人一对话 立即就看向我们 领头的一挥手 迅速向我们逼了过来 我心里一凉啊 竟然还有人呢 盘子猛地站了起来 骂了一声 有后 是南城的小皮家 王八丘消息挺灵通的呀 知道我和他的过节 三爷 您往后靠靠 别弄脏了衣服 说着 盘子把刀往树上拍了拍 一个人向他们走了过去 但是没走几步 对面的人却停了下来 都看着我身后 我看见他们的表情很尴尬 盘子也觉得奇怪 停下来回头看 我回头看到 身后路边停了几辆车 车门陆续打开 走出来好多人 火羞羞走在最前面 穿着一身休闲装 蹦蹦跳跳的上来 勾住了我的手 对我说 三叔 好久不见 还记得我吗 没等我说话 我看到另一边小花 穿着西装 和他标志性的粉红色衬衫 一边发着短信 一边走到我面前 头也不抬的发完之后 才看了看对面的人 送三爷去老地方 遇到王八丘 直接打死 算我的 不管是人数还是声势 我们这一边都占了绝对优势 对面的人立即就瓦解了 小花看着退后四散而逃的人 把手机揣入了自己怀里 对身后的人使了一个眼色 立即就有一些人追了上去 我看见四周好多行人 远远地看着我们这边 觉得这样目标太大了 就对小花说 算了 攀子走了回来 花爷做得对 这些人一定要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 这样其他人再想找人来暗算我们 对方接生意的时候 想到前人的下场 就得好好考虑考虑了 说着 他看向了小花 花爷 我又欠你一个人情 小花问他 扛得住吗 攀子点了点头 小花指了指后面 上车 说完 看向我就笑了 三爷 走一个 我心中暗骂 他妈的 你特地设计 就是来看我出这个阳香的嘛 一边正了正行 跟着他们上着车 小花开车 我坐在前座 秀秀和攀子坐在后座 秀秀开始给攀子处理伤口 一时间满车的血腥味 潘子说 对不住了 又把你们的车弄脏了 秀秀 不以为意 哎呀 又不是第一次了 你跟着三爷 这种场面还少吗 我问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怎么来帮我了 小花没回来 而是看了看我 活不错啊 那丫头果然值那个钱 我知道她值的是那个给我戴面具的人 便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脸 你不是说 这张脸是你唯一能帮我的吗 怎么现在又来了长沙了 我不是为了你来的 我是为了三爷来的 现在不是我帮你 是你在帮我 我心中奇怪 攀子在边上说 花爷 是我叫来的 我回头看攀子 攀子便说道 说昨天 他给所有和三叔有业务往来 关系还不错的人 或者是以前的朋友 都发了消息 说是三叔这里出了一个大海货 也就是无法估价的非常珍贵的东西 让所有人都过来看货 这是一种声势 我们现在只有两个人 就算租量豪车 看上去也非常寒酸 以前三叔就算一个人 因为气势在 走在道上 所有人都觉得 他是带着风来的 但是三叔出事之后 各种混乱之下 这股气已经散掉了 他下面那些小盘口的伙计 杀来杀去 杀气被提了起来 他们会有一种错觉 觉得自己的气 已经能压过三叔了 现在 我们需要在声势上 把他们重新压下去 要让他们 再看到三叔的那一刹那 发现自己的杀气 只是一种错觉 人 只要第一口气被压住 后面再横 也横不起来了 小花说 我在北京一团乱麻 要没有那条短信 我就得被困在北京 看了短信 我就知道你真的做了选择 我也有了借口可以过来 我看着他车后跟着的车 问他那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不能直接从后面的这些人里挑人出来夹喇嘛呢 他不是还挺拉风的吗 小花看了看后视镜 货家老太的事情 我还蛮差 没敢说出去 但是货家 已经开始乱了 他的几个儿子非常难弄 货家很多出国的亲戚 现在都已经回到了国内 准备开始夺产了 现在他们就等着让我给个交代 告诉他们货老太太去哪儿了 货家老太和小花一起出去夹喇嘛 现在货家老太一行人都没有回来 他回来了 我立即明白了小花所谓的困境 货家老太有几个子儿 他们之间肯定会有家产问题 一方面要一致对外 另一方面又要比谁对货家老太更重视 他们质问小花的严厉度 就是表明自己孝顺的指标 货家和货家的关系本来就很微妙 现在这么一来 一定会演变到剑拔弩张的地步 小花又说 我要是离开北京 我们两家可能会打起来 给第三方机会 北京的圈子太乱了 琉璃孙被你们一闹 也盯着我们讨说法 新月饭店的人更是麻烦 你们的屁股一直没擦镜 货家一内乱 前债后债必须一起还 我担心了 那你现在过来 岂不是也会出事吗 不要紧 货家的人也来了 这种大事谁都不会错过 三爷的信用 三爷的信用一直很好 货修修就在后边说 不然我怎么会在这儿呢 小花继续说 我也没法借人给你 所有的人都被盯着 我一动 一加喇嘛 立刻就会出事 这件事上 我比你还被动啊 我回头看了一眼潘子 他的背上全是云南白药 血好像是止住了 但他面色苍白 显然是失血过多 见我看他 潘子说 没事 我叹了口气 也就是潘子这个时候还能扛呢 小花的车绕过一个路口 我发现 到了一条大马路边的茶馆外 这个茶馆很不起眼 但茶馆外面非常热闹 聚集了好多人 小花看了一眼潘子 人还不少啊 看来都做了准备了 潘子揉了揉脸 三爷 准备了 咱们得让他们屁股尿流 我看着那些人 深吸了一口气 点了点头 小花靠边停车 看着前后 等其他的车里的人都下了车 便对我说 走 我们四个人同时下车 小花手插在口袋里 和潘子走在我前面 秀秀贴上来 挽住了我的手 茶馆外的人群马上就乱了 无数的声音骚动了起来 无数人叫了起来 哎呀 三爷来了 哎呀 真的是三爷呀 是三爷呀 我们面无表情的往茶馆里走 所有的人都自动分成了两排 我看见他们惊恐畏惧的脸 忽然有了一种快感 腰板不由的挺了起来 嘴角也不由自主的挂出了冷笑 这间茶馆 我进门的时候 觉得很陌生 走进去上了楼 我发现记忆里 依稀还有点印象 之前似乎也来过几次 而且也是和三叔 这些盘口的伙计来的 不过当时我年纪很小 纸记的房间里 经常是满屋子的烟味 大人在房间里 打麻将大笑 而我被老爸带着 就几个人 拿了压岁钱就走了